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平时看到的河流总是弯弯曲曲的 很少有笔直的河道 这是什么原因呢 19世纪中叶 地理学家普遍这样解释 由于地球自西向东旋转 他们认为北半球的物体 有着向右拐的趋势 因此河床的侵蚀主要发生在河流的右岸 南半球则在左岸 这便是科里奥利利带来的作用 这个一度很流行的理论 也被称为了贝尔定律 但爱因斯坦却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科里奥利利确实对侵蚀有一定的影响 但不是贝尔定律判断的那样 并在1926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描述了茶叶在茶杯中被搅动后的现象 提出了茶叶悖论 同时也对河岸侵蚀现象给出了正确的解释 那搅动茶叶是怎么跟河流弯曲联系起来的呢 在绕圈圈搅动茶水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认为 茶叶位于旋转的水中 取随着水旋转的非惯性参考系 茶叶会受到一个惯性离心力 那么理论上茶叶应该被甩到外面 但实际上 由于液体和茶杯之间的摩擦 水杯中会出现二次流 也就是和旋转面垂直的一圈圈水流 茶叶被卷入这个二次流中 被扫到水杯底部的中央 由于在二次流中 靠近茶杯底部的液体速度更小 茶叶速度不够无法上升 也就被扫成了一团 现在再来看河流 假设河流原来是直的 某一时刻由于某种原因形成弯曲后 一方面 由于河水在河岸的约束下要拐弯 所以河流河岸的凹面 会在这个水压力的作用下被侵蚀 现在把河水沿河道的流动看作一次流 由于河道是弯曲的 所以局部上可以看作一个沿一段圆弧旋转的一次流 同样会产生二次流 二次流会把泥沙带到河流弯曲中心 也就是河道突出的一岸堆积 最后的结果就是河岸的凸面越来越凸 河岸的凹面越来越凹 河流也会越来越弯曲 弯曲到一定程度后 两个弯曲的部分就会贯通河流结弯曲直 原有的大弯道被废弃 旧河道就形成了牛厄湖 爱因斯坦所描述的这种二次流 后来还被取名为了螺旋流 进一步解释 即使一条河本来是直的 也有可能被掰弯 被掰弯的原因也是因为二次流 这里可能大家会有疑问 直的河道里河水不拐弯 没有离心力啊 怎么会有二次流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之前所说的科里奥利利了 由于地球自转 直河的水流会受到科里奥利利的微弱作用 产生二次流 水流速度越大 维度越高 所受的科里奥利利就越大 河道也就更弯 除了用来解释河流侵蚀 茶叶悖论在啤酒的酿造中 也有着重要的应用 在酿啤酒时 麦芽的蛋白质和脂肪等物质 会凝结形成雪花糟等杂质 为了方便去除这些杂质 麦芝会被注入一个叫做回旋沉淀槽的大缸里 搅拌后扎子就会在底部中央聚集 很容易去除 这个技术就叫做悬液分离 真的是应了那句 科学圆域生活却又高域生活了 avant Jarabe organiz 150亿渐时 Fuck but I think I like!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t… 这样子